字幕志愿者 李璐璐 水鱼桃姐姐 快來啦 我來了… 香蕉哥哥 來到日本玩真的很有趣 你看…我這一身服裝 是不是很有日本的風味呢 有…很好看 其實我也覺得我穿日本和服 也滿好看的啦 對啊 其實我們這個是日本的傳統服裝 像我們今天遇到這個廟會 在日本有廟會的時候 那些日本年輕的男女 都會穿著輕便的和服 又叫做御衣 她們會走到大街上去逛廟會 敗煙火 真的很好玩耶 好像回到古代的時候喔 要是啊 我有一套更漂亮的和服就好了 只可惜她們都太貴了 哎呦 不用買啦 這樣太浪費了 而且妳買回台灣去 又不能天天穿 像妳這樣穿去夜市的話 一定會被笑的喔 嗯…也對喔 哎…那香蕉哥哥 不如我們買一個穿日本和服的 娃娃回去做紀念好了 這樣只要看到娃娃 就會勾起美好的回憶喔 哎…好主意耶 不過我有一個更好的點子喔 我們可以自己動手做啊 想要讓娃娃穿什麼款式的和服 都可以自己設計 這樣擺在家裡啊 不然又好看又有紀念價值耶 欸 你說得很對耶 那我們現在趕快一起去 快樂魔法屋 走了… 待會兒呢 還要是 要動手做了 今天要做的是和服娃娃要怎麼做呢 首先 小朋友要準備一顆保麗龍球 把它塗成這種粉橘色 有點膚色的顏色喔 然後看起來比較漂亮 塗好之後呢 就會變成等一下和服娃娃的頭 然後呢 要有頭髮啊 我們可以準備這種黑色的毛線 把它裁成一段一段一條一條的喔 然後我們現在用白膠 慢慢的把它黏在這個頭的上面 那要注意喔 你看保麗龍球上面有很多 這個紋路或線條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一面 像這邊 看起來比較乾淨可以做它的臉 然後 所以就把頭髮呢 黏在這邊 好 那我洗上一些白膠 然後呢 就一條一條的 把這些毛線黏上去 黏好多一點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頭髮很多喔 然後很長對不對 我們後面就可以用一個這個 紙做成的蝴蝶結 把它綁起來 這樣頭髮就可以固定起來了 那接下來就缺少了它的臉喔 那我們要幫它畫上眼睛 以及嘴巴還有漂亮的腮紅 怎麼畫呢 用這種奇異筆就可以了 好 眼睛是彎彎笑笑的 好 嘴巴也是彎彎的 嘴巴也是彎彎的 好 腮紅要怎麼畫呢 腮紅你可以用粗一點的 這一種奇異筆 然後呢 把它粘在你的手指上面 粘一點點 然後輕輕的呢 在它邊邊這樣搓一下 搓一搓 換一搓 不夠的時候再粘一點 好 輕輕的把它推一推 就會暈開來囉 就會變成漂亮的腮紅囉 你看 這就是和服娃娃的臉 做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準備一個 這種空的寶特瓶 把它洗乾淨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張長條型的白紙 我們把白紙三分之一處的地方 往內折 就像這個樣子 好 折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圍在寶特瓶 瓶口下方的地方喔 好 把它這樣子 交錯 然後黏起來 當作日本娃娃的呢 這個裡面這個和服的領巾 黏好之後呢 我們要再準備一種 日本色彩的這種色紙 是不是很像日本和服的圖案呢 好 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在後面的地方呢 黏上雙面膠 其中一個邊 把這個雙面膠撕下來 然後呢 圍在寶特瓶的下端 好了 很可愛 登登登登 好 那還有喔 好的 上衣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這種 淡粉紅色的這種紙 你可以準備皺紋紙啊 或是這種有點絲質的紙 都可以 好 準備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要在其中一邊呢 一個角 剪出一個半圓形 就是一個弧形喔 像這樣子剪 修好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這個黃色的紙 也是這樣剪一小條就可以 然後我們要在這個 半圓弧形的地方呢 黏上這個黃色的紙喔 黏好之後就像這個樣子囉 登登登登登 耶 這樣我們這個 和服娃娃的上衣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給劈起來 好 像這樣子交錯的 黏起來就可以囉 上衣還缺少一些東西喔 像是袖子的部分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要來做袖子 所以呢 你可以準備一樣的這種紙 然後把它剪成一個扇形 扇子的形狀 我們把它在邊邊這邊貼上 雙面膠帶 然後撕開來 然後要把它這樣捲起來喔 有點像那個冰淇淋的甜筒一樣 欸 捏一捏就會黏住了 做兩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貼在 剛才水蜜桃姐姐做的這一個 衣服的旁邊就會變成它的袖子 這就是它的袖子 好 接下來呢 還少了一點東西可以裝飾一下 我們可以裝飾它的腰帶 所以呢 香蕉哥哥準備這種不一樣顏色的紙 最寬的一種顏色 然後在中間的 然後最細的 這三種疊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把後面這裡 黏上雙面膠 然後呢 繞著這件衣服的中間圍起來 但是後面這邊呢 通常這種和服後面都會有一個 蝴蝶結 所以我們再用一個 紅色的紙 做成一個小小的蝴蝶結 我們把它貼上去 接下來我們要幫它做手手囉 手手怎麼做呢 首先準備一個這種小型的 保麗龍球 把它呢 上成跟綠綠一樣的顏色 還有呢 再準備一根鋁線 像這樣子長短的鋁線就可以囉 那我們要把鋁線跟保麗龍球 黏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在鋁線的其中一端呢 先擠上一些熱熔膠 黏起來 好 黏好之後呢 我們尾端的地方呢 要捲一個小圈圈 這樣等一下呢 放在袖子裡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好黏合 像這樣子 好 那都弄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在小圈圈的地方呢 再擠上熱熔膠 然後呢 把這個小圈圈的地方 也是鋁線的地方 就伸到袖子裡面 另外一個隻也是一樣喔 接下來你也可以做 不一樣顏色的和服娃娃 香蕉哥哥這邊有一個男生的喔 你看 我把它做不一樣顏色的衣服 然後做得比較男生的樣子 男生的頭髮 而且佩戴一個武士刀 看起來就很英勇喔 真的耶 而且我還幫我的和服娃娃 架了一個小包包喔 你看 我手上做了一個小包包喔 很可愛吧 我把它黏在上面黏在一起 這樣它就好像出去 有提個小包包的樣子 很可愛吧 對啊 你看 他們兩個要見面了喔 好 哈囉 一郎你好 我是一郎 我愛你 好可愛喔 我是莫莫獎啦 莫莫獎你好 妳看 這樣兩個和服娃娃擺在一起呢 有一種那種很甜蜜 很幸福的感覺對不對 而且呢 這個娃娃裡面呢 是用瓶子 作為那個底座對不對 所以爸爸媽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會送給朋友紅酒 或是其他飲料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做包裝 看起來就很漂亮喔 妳看 真的耶 好棒喔 這樣子呢 這個禮物就變得很特別囉 小朋友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喔 等一下趕快跟著香蕉 水蜜桃 一分鐘完創意 YA 又到了一分鐘完創意的時間囉 今天要挑戰的人是 水蜜桃姐姐 YA 就是我就是我啦 她準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沒有啊 我只是把平常媽媽的這個 針線罐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太普通 想把它裝飾一下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水蜜桃姐姐可以把它裝飾 裝飾成什麼東西喔 水蜜桃一分鐘計時開始 好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這個 門把槽 然後塞進很多的棉花 塞滿 然後我們要在這個 針線罐的這個蓋子的邊緣呢 我們要擠上一些熱熔膠 門把套是什麼 就是套在門把上面的啊 套… 那個開門的 對 就是那種 什麼是這個啊 好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 蓋起來是不是 對 我們把它包住這個 我們剛剛擠熱熔膠的外圍 就會黏住了 好了 完成了 這樣就變成蘑菇罐了 你看這瞬間變成蘑菇造型的了 好可愛喔 而且你看喔 上面呢 有一些針線 就可以吃在上面 妳這個後去的動作是什麼 這是後來示範要怎麼用 對啊 你看像這個珍珠 就可以插在上面 是竹筍 竹筍 對啦 所以呢 就是做示範 所以就是把這種針線罐 裝飾一下 就會變得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上面還可以當那個 擦尖的針巴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你看罐子打開 也可以拿東西喔 蓋子蓋起來 就變得更可愛了 就不會再平凡無奇囉 所以只要花一點小心思 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裝飾一下囉 沒錯 所以小朋友在家也可以做做看 那也不要忘記喔 下一次同一時間 準時收看我們的 快樂魔法屋 下次見 拜拜 也可以看這裡喔